我們第一站是對巴拿馬 我們台灣人的氣很重要 我們只要一勝了 後面有可能就會一直連下去 就勝了 這些國外的真的太可怕了 他們的身體素質一定是很好的 我今天就是要來聊棒球 因為最近經典賽要開賽了 但是由於我是棒球的初心者 所以我邀請一個專業的 來跟我一起講講這次的經典賽 就讓我們歡迎陳建棠 建棠哥 呼呼 大家好 我是彭正銘 大家好 我是野球TV的建棠 我是社區棒球的教練 那也是國小的教練 那目前是跟藍波老師同一隊 沒錯 非常厲害 沒有啦 沒有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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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當然 那我們今天是要來聊什麼 可以 謝謝 要付錢了喔 有有 我們聊中華隊 中華隊 對 對 對 先發球 好 那進能夠有什麼看法呢 有什麼看法 有 有 要拿出專業 我們這次中華隊的先發九人 那我們第一站是對巴拿馬 對 那投手這麼多個啊 那我覺得先發 有可能就是王維中啦 以王維中來對巴拿馬的話啊 他的左頭優勢 沒有說 對 應該是有辦法稍微鎖住巴拿馬 稍微鎖住 對 因為巴拿馬現在就是 沒有人願意透露名單嘛 昨天才透露名單 對 是不是 而且那三十個名單裡面有五個是大聯盟 現在是大聯盟的選手 然後有六個是前大聯盟的選手 都給你們玩就好了 哇 不是 我會選 選王維中的原因是因為 有雲美的經驗 雲美的經驗 他可能會比較不畏懼這些 國外的選手 好 那我覺得 第一場非常重要 對 對 那捕手可能就是用那個 吉利吉老 對 吉利吉老拱罐 吉利吉老拱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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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的捕手 因為他是捕手裡面火力算比較強的 因為他也有大聯盟的經驗 啊 有在旅美的經驗啦 對 應該這麼講 那打擊火力來說 第一場真的能拿分數就一定要拿 欸 其實是 因為第一場如果贏的話 就後面都有那個四個 對 因為其實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氣很重要 我們只要一勝了 後面有可能就會一直連在 就順了 對 就 唉唷 唉 唉唷 爸爸有在看棒球 爸爸妳好 XX 不是 對 內野手我覺得 王偉誠 王偉誠 我們的三壘手王偉誠 王偉誠 對 因為 國外的打者 他們的拉打 很強 拉打很強 對 他們打出來的球都非常強勁 那我覺得 一定都會往山游這邊打 拉打很強是指速度很快 對 他們揮棒速度夠快啊 那當然 我們在山游這邊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防線 防線 對 能不能守住 我覺得真的 內野手 他必須要做的功課就是 一定要把他們的球擋下來 那就是身體素質要比較好 靈敏性 靈敏性 對 還有球感 嗯 對 判斷球的左右 這個非常重要 對 妳的 妳的一個詞移 可能就 就沒囉 就去了 那在外野方面 我個人也是 欸 樂天的球迷 對 對 講到這個呢 我們要先來安定一下我們樂天的球員 喔 真的喔 對 沒有錯 還有樂天的球員 來 拿著 有我們32號的 不要 不要笑 有32號的 陳俞勳 還有17號的 陳冠儀 69號的 王子鵬 37號的 曾仁和 然後呢 還有我們 83號的林立 83號 站這裡 83號林立 還有35號的 陳 靖 陳靖 對 還有12號的 陳陳薇 對 陳陳薇 請大家一定要多支持我們 樂天的球員 欸 拜託啦 中華隊一定都要多支持 我自己覺得陳陳薇 他的速度上是沒有 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 在打這個 國外的選手 他們打出來的球都非常的強 是因為他們身體是不是 真的是比亞洲人好 那當然啦 人家都吃漢堡的 林杰 球的判斷上面 他的速度就非常 非常重要了 判定他的速度 對 因為 在球強的時候 他會亂竄 那他們的判斷性 還有 他們的速度是 應該說每個外野手 對這種判斷性的球 都是非常的 你說 一點點 國外的人比較會打這種蛇型的球 因為他的球速快嘛 那 當然他揮棒就快啊 那揮棒打出來的球 他球會非常強勁 而且 球怎麼跑他們不知道 這個就是要憑他們選手的經驗 來判斷 對 很有可能一個nice play 就 把球接到 但也有可能因為這個play 沒有接好就 就 錯失 對 就讓人家有得分的機會 我覺得 這個外野手 我覺得成成會很重要 再加上 他的腳層 他上壘的腳層 對 不管是他有沒有先巴 或者是 他拿來當工具人 他來 他來帶跑 對 我覺得 都能搶下一個壘包這樣 那在火力方面 我覺得 當然是 國龍大王他 國龍大王 對 經典賽這種東西就是 一定會有壓力 可是 這個壓力會很大 尤其是在我們自己的同家 那 球迷一定會在上面吶喊 我覺得 有可能他們會更亢奮 而且就是我們有組場優勢的啊 對 那在台灣比 那是一定的啊 我覺得一定可以很順 對 欸 下下國外的選手 可以啊 我們拉的就下 用那個 產類的尺寸 那我希望他們往看台上面看 結果都是球迷一直 我們先從 我們從外野講回來好了 好 你講 好不好 外野手我覺得 陳成威 然後 郭天信 郭天信 陳潔縣 陳潔縣 外野手三個 對 那指定打擊 我可能會用王柏龍 如果是我的話 指定打擊王柏龍 對 那內野手的話 呃 王維成嘛 王維成 吳彥廷嘛 江崑宇是一定要的 江崑宇 對 林立 林立 對 那 最後一個 還有八個 林立 嗯 林立是我們二天道 我覺得張育成 也是一個重要的獎勢 張育成 對 因為 因為 手感很高 手感很高 對 那 你開在耗的時候 吼 開在驚 撞不住 我告訴你 對 順上去就對了 對啊 因為 他們旅美的球員就是 就是這樣子 手感好的時候 我覺得 不要讓他們停下來 所以其實這次 三十位 有很多旅美的全球嗎 嗯 我們這次其實 徵召得還不錯 對 那當然 中華職棒的球員 也很OK啦 沒有不好 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遺珠 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遺珠 對 那 投手當然就是 第一站的就是王維松啦 王維松 對 我自己的排法啦 對 因為 哎呦 這些國外的真的太可怕了 他們的 他們的身體素質 一定是 很好的 然後 這次準備的一定是 應該說 呃 經典賽 從開始到現在 一直到這一屆以來 我覺得 各隊的陣容 都是最好的陣容 真的嗎 對 對 對 因為 呃 很多 很多國家 他們徵召的大聯盟球員 幾乎都徵召成功啦 嗯 對啊 幾乎是沒有什麼人拒絕的 除非是 你可能有傷或幹嘛 你突然辭退 嗯 對 那 在他們都願意 放人 回去到他們的國家 去參加這個 重要的比賽 那我覺得 亞洲方面 當然 呃 中華隊跟日本隊 我覺得是蠻有機會的 日本隊 日本隊是一定的 對 可是 那在我們A組這邊啊 我們A組這邊 我覺得會有一個 陳咬金就是荷蘭 對 你說因為荷蘭 很多大聯盟 因為荷蘭 荷蘭其實他們在 嗯 他們在 好像是前兩屆 前兩屆的WBC的時候 嗯 他們打得非常好 那重點就在 他們有一個鼓手 嗯 對 他長得很像鐵男躲壁球 的那個主角 有鬍子的 來圖片幫我上一下 謝謝 欸我跟你講 長得還一模一樣 欸 講到經典賽 我要 呃就是 講一下 這是經典賽 是 的預賽呢 是台灣2013 之後 再次 到預賽的 就是主辦權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是非常難得 3月8號 台灣中華隊手段 是最棒的 就是 在台中的 周期上的 對 我看應該也是沒有票的 應該賣完了吧 對 應該是賣完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了 然後 今天的結尾就由我們五個人呢 來做結尾呢 我旁邊就有一個非常帥哥 是我們樂天的棒球員 叫做陳冠宇 然後呢 劍堂哥為什麼會有 兩個美女在你旁邊 喔 第一個就是 欸我蠻喜歡男女的 喔它是我們樂天拉隊 那再來就是社區 社區是因為 呃我有一個頻道 就是野球TV 那 社區有跟我合作過啦 那要請你介紹一下自己的資訊 我有兩個頻道 一個是野球TV 那另外一個是 沒什麼好看 野球TV那邊就是比較 娛樂性質的棒球 沒什麼好看這邊呢 就是會有開箱啊 然後球劇啊 會在這邊出現這樣 對 你要宣傳一下你的IG嗎 喔我的IG 欸到時候會在這邊 那凱依那邊也要追蹤一下 拜託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是卡依 我是劍堂哥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加年